大家好,我是司廚的小編 現在是即將要邁入五會十二點的時候 整個城市都睡著了 進入了一個我最喜歡的時間段 今天呢,作為真正意義的說說的第一段 我想來講一個富士山淺堅大社的足跡神 木花開業機的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我之前寫過 不過小編總是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故事會越寫越長 可能五分鐘要寫完的東西 我都會寫到大概十分鐘吧 所以現在大家聽著這個前言也才會變得越來越長 好,我盡量的縮短它 主要是我有兩個朋友上週去了富士山 用了非常多山頂的美照來轟炸我 那他們在轟炸我說我心裡就想 我一定要講木花開業機的故事 並且用他的故事作為我實際說書的第一段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位美麗女神的故事是怎麼樣的 好,這位美麗女神的故事呢 跟所謂日本神話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橋段 叫做天孫將領有關 天孫他是神道者頂點 天照大神的孫子 天照大神為了要能夠統治地上街 就派遣了他的孫子 帶領了一票的神明去地上街去巡視 去試探一下地上街的虚實 而天孫他到了地上之後 就遇見了這一位美麗的木花開業機 其實古人的示愛都是非常直接的 比如說眾神之父母 伊賢娜齊伊賢娜美 當初他們看對眼的時候 是當下這幾位夫妻 像大國主也是 不過呢 這一位天孫呢 他並沒有當下的與木花開業機結為夫妻 而是去請求了他的父親 把他美麗的女兒嫁給他 而父親呢 看見天孫 他擁有如此尊貴的協同 其實把女兒嫁給他 也就是很像加入豪門的一個概念 他當然就滿口的說好 然而在結婚的那一天呢 原本出現的應該是一位新娘 但是在天孫的面前 出現的卻是兩位新娘 一位是他預期要娶的新娘 叫做木花開業機 他美麗的新娘 而另外一位呢 則是木花開業機的姐姐 時常筆麥 他一看時常筆麥的容貌 跟他的妹妹實在相差太多了 老實說是有一些其貌不扬的 應該是說滿其貌不扬的 所以天孫他就嫌棄了人家 把他送回給父親 到大山金劍神的那邊去 那大山金劍神看到 自己的長女被送回來了 他就說 對天孫說 我之所以把兩個女兒都一起嫁給你 是有原因的 木花開業機她雖美 但是她的生命並不長 而她的姐姐時常筆麥 她的生命會像岩石般永恆 所以我將兩個姐妹一起嫁給你 是希望你能如花開般的綻放著華麗的美貌 並且同時又擁有如岩石般永恆的生命 而如今你把石長筆麥送回來了 你的生命將沒有辦法像岩石一般的永遠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神話之後會說 人是有壽命的 天皇是有壽命的 正是因為天孫在那個時候 把石長筆麥送走了 好 這個是在他們結婚之間的一個故事 那結婚之後呢還有一個故事 是所有女性同胞聽到了一定會非常生氣的一個故事 話說 木花開業機和天孫他們兩個度過了一個新婚的夜晚 甜甜蜜蜜 之後呢 木花開業機她就懷孕了 她懷孕了她就跟老公講 可是老公卻說 怎麼可能一個晚上就懷孕 這個孩子不是我的吧 所有女性聽到這個應該拳頭都硬了吧 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呢 木花開業機的個性也是很激烈的 很剛毅 並沒有哭著跑出去 她就對她的丈夫說 我會建一個產房 然後在裡面放火 如果今天我和我的孩子 都能夠從早火的產房裡面安然無事地走出來 這就表示這個孩子是你的 她自己以身犯血 用她的生命 來表示她的忠贈 當然 最後的結果是 她平安無事地帶著孩子走出來了 向天孫證明了 這個孩子 確實是天孫的血脈 不過最後證明的過程呢 其實還是蠻令人憤怒的啦 站在小編的立場呢 與其把自己關到早火的產房裡面 倒還不如把她關到早火的產房裡面 不過呢 我想這就是木花開業機可愛的地方 就是以身犯血 來讓老公知道自己的錯誤 那小編這種過激的行為呢 就僅供大家參考 好 本來想把這個故事說成是一個平靜的床編故事 但是講一講呢 心中不知為何就有了一些小小的憤怒 總而言之呢 今天的神話故事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之後的神話故事呢 我可能也會再加入一些關於神道的一些知識 比如說 為什麼我們在敬拜神社的神的時候 雙手必須拍兩次 而且必須拍越大聲越好 這個呢 我也會在之後的廣播裡面 跟大家稍微的解釋一下這件事情 讓大家進神社的時候呢 既懂門道 而且又懂故事 這樣子你逛神社的話 一定能夠享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快樂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為止 各位晚安哦 拜拜